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来菜园里面摘点菜 顺便把这个草给出来 下一天这个草找得特别的快 我老公去果园做事了 我就把菜园打拧一下 这个白瓜我早两天才捡给他妹 但现在一下子就长这么大了 这个好多 里面有三四个这么大 我老公种出来是有一手的 好大好漂亮 白白嫩嫩嫩 有认识这种瓜的朋友吗 点击一千三年 我告诉你其实这个是白瓜 一剪的话这样生吃也好也好吃 然后用来把这个皮削了 煮菜煮猪肉也好吃 我上次煮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这种白瓜了 我不会煮 我就把这个皮没有削 然后煮起来好硬 我家跟我说没那么好吃 哇塞这里还有个乱的 我要把地上这个剪了 因为这个地在地上下雨天 它会容易坏 树上的挂在上面的 就要等两天我小姑子进来 小孩子要放假嘛 然后让它剪 它很喜欢吃 你看这里好多物 全部都是 就是在地上的弄烂了 好可惜 看这树上面挂的这种白瓜就好漂亮了 嫩嫩的好嫩好嫩好嫩 挂了好多 这里也有 这树上面挂了多少个挂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这一棵 现在是剪了七个 因为我早段时间剪了好几个 太多了 这种南瓜花不剪的话 今天就细了 哎呀它还跑出去了 跑出去我就不能剪刀了 这种南瓜花 在他们往前这里是拿来吃的 因为这种南瓜花 它不剪南瓜的 看一下有没有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这个瓜好嫩你看还有水 真的好吃这个 因为这个白瓜我老公没有打过药了 所以就这样很放心的摘下来就这样子吃了 这个比炒起来好吃多 不错了 把这个手刮一下 这个菜也剪的差不多了 这个都吃不完了 快 这个雨下的太多了 这个草也长得快 菜园里面的草也长得快 果园里面的草也长得快 老婆 你在挂草啊 啊 啊 叫你不要干活 不干活 你活在那儿干死 你一个人能忙到多少 我看见这个菜园里面的草太多了 你出去 所以我就说 帮你刮一下 你一个人做不完的 这种辣椒下面那个草 就是帮你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